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军印太地区军事部署引发高度关注内华达现身关岛基地 汤家奥运棋手称 以获悉父亲安全自己热爱祖国不会离开 面对饱受诟病的阿富汗撤军拜登甩锅拒绝道歉 CN音乐学院创作歌曲为战役加油 冬天一定会过去 首先我们一起来看法国方面的具体新闻 20号法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连续三天超过40万例 法国官方宣布疫苗通行证措施将于下周开始生效 中信社报导 根据法国官方数据 法国20号单日新增确诊病例42万5183例 这是法国连续三天的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超过40万例 据费加罗报报导 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上午主持召开疫情防务会议 政府发言人加里布埃尔阿塔尔在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揭晓说 新冠病毒仍在法国蔓延 疫情形势仍然紧张 日增感染者数量仍然相当可观 但重症患者数量正在减少 法国通过大规模的接种新冠疫苗避免了灾难性的情况 而且政府正在推动经济复苏 虽然目前还不是解除限制的时候 但是加里布埃尔阿塔尔确认 即将实施的疫苗通行证将使法国能够放宽目前的限制措施 法国总理让卡斯泰和卫生部长奥利维耶维兰 在当晚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 1月24号起 法国将启用疫苗通行证 新冠加强针接种范围也将扩大到所有12岁到17岁的未成年人 进入医疗机构无需凭借疫苗通行证 12岁至15岁的未成年人可以继续保留健康通行证 也就是说继续承认新冠检测阴性证明 为了鼓励新冠疫苗接种 在2月15号之前注射第一剂疫苗人员可以立即激活疫苗通行证 但必须服以24小时内的新冠检测阴性证明才能进入引入该通行证的场所 而且必须在一个月内进行第二剂注射 如果法国疫情指标下降一旦卫生条件允许 政府将取消疫苗通行证 按照解除限制时间表 从2月2号起 法国建议采用远程工作模式 但不再强制每周至少三天远程办公 不再强制在户外佩戴口罩 取消剧院体育场馆等接待公众机构的量规限制 但必须佩戴口罩 从2月16号起 夜店将重新开放 酒吧的吧台服务将重新开放 重新允许在体育场馆 电影院 公共交通工具上饮食 本周初 法国超过1.7万个班级设疫情关闭 占班级总数的3.2% 2月份假期归来后 政府可能考虑放宽校园卫生议定书 当地时间19号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 介绍今年上半年 法国担任欧盟伦之主席国的优先事项 然而在之后的发言环节 多名法国议员和总统候选人 在会场大谈今年的法国大选 法国回声报20号调侃道 在欧洲议会我们举办了一场总统竞选大会 据报道马克龙在讲话中阐述其欧洲复兴的三大政治支柱 并呼吁欧洲人要有勇气要实现战略自主 之后法国绿党总统候选人亚多率先对马克龙发起攻击 称马克龙政府没能采取有效措施应对气候变化 紧接着法国极左翼政党不屈法兰西党重要成员奥利伯 言辞激烈地谴责马克龙的社会政策 而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成员巴德拉 则对马克龙此前的新冠疫苗言论进行批评 对于这些批评 马克龙不断进行回应 而当时混乱的情况招致在场其他国家议员的强烈抗议 回声报称 欧洲议会议长梅错拉大声说 我提醒你们这里不是法国总统竞选 据法国西南报报道 这场关于法国大选的辩论打乱了马克龙的安排 他取消了当天新闻发布会后的记者提问环节 为了表示抗议记者在发布会开始前就退场了 还有观察人士认为 法国的竞选活动已经对该国担任欧盟伦之主席国造成影响 法国从1月3号起强制所有能够远程完成工作任务的员工 每周远程办公至少三天 这一计划原定持续三周 现决定延长到2月1号 违规公司将遭行政罚款 据巴黎人报报道 按照法国政府20号宣布的新计划 从2月2号起将取消强制远程办公规定 但建议继续采取这一工作模式 企业应在内部对话的框架内将远程办公保持在适当水平 法国劳工部长伊丽莎白伯恩强调 虽然疫情状况似乎趋于稳定 但目前不允许立即取消远程办公措施 根据法国劳工部调查 强制远程办公计划实施以来 远程办公水平并未显著提高 而且那些此前拒绝远程办公的公司 仍然不愿接受每周三天的强制远程办公 劳工部要求劳动监察局对远程办公情况加强检查 在大多数情况下 检查人员能够纠正这种错误 但也有一些雇主无视劳动监察局的通知 这显然不能起到足够的威慑作用 因此劳工部引入行政制裁 对不遵守远程办公规定的公司 除以每名员工最高500欧元 约合3585元人民币的罚款 每家公司的罚款上限为5万欧元 约合35.85万人民币 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国内的主要新闻 央视新闻报道 北京冬奥会火炬手1200名左右 冬曹会火炬手共600名左右 他们中年龄最大的86岁 最小的14岁 冬曹奥会火炬手中 残疾人火炬手占总数的21%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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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厚度的钢板进行焊接 防变形控制是施工的关键所在 科研人员创新工艺技术 最终成功攻克这一技术难题 我们经过二十多年潜心研究半潜船建造技术 传播性能不断优化迪带 在这半潜船建造上已经做到前九领先 我们联合船东船检和配套企业一起公关 使该船排压载工压机下潜自动化程序 下潜装载计算机实施监控等设备和系统 也均实现了国产化 据了解 目前全球在运营的半潜船为数不多 其中由中国船舶集团 广传国际建造的半潜船 占全球新造半潜船的50% 中国企业成为全球半潜船建造领域 名副其实的佼佼者 奖牌是冬奥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奖牌的设计不仅要体现举办国的文化内涵与精神追求 还要展示设计者的巧妙构思和精彩创意 近日 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奖牌验收仪式 在上海造弊有限公司举行 千余美奖牌在逐一通过检验之后 被正式交接给了北京冬奥组委 近日 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奖牌验收仪式 在上海造弊有限公司举行 千余美奖牌在逐一通过检验后 被正式交接给了北京冬奥组委 冬奥组委专家来验收给我们一个非常高度的评价 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制作水平 然后用我们的飞移的工艺和现代化的数字加工艺 达到了效果的一个最优的表现 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奖牌 由圆环加圆心构成 形象来源于中国古代同心圆玉碧共设五环 五环同心同心归圆 表达了天地和人心同的中华文化内涵 也象征着奥林匹克精神 将世界人民聚集在一起共享冬奥荣光 承担此次冬奥奖牌试制工作的这家单位 有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金香玉奖牌制作经验 这次为了让奖牌有最好的呈现 制作团队与奖牌设计团队反复沟通调整 先后保送完整样品多达29枚 五环同心的奖牌造型质朴简洁 却展现了简约不简单的高品质 在金牌表面制作团队采用喷丸处理 使奖牌呈现磨砂质感 再采用传统金工压量手艺 对所有凹克花纹及纹字进行光亮打磨 既体现金属质感又兼顾预温润的特征 当压量这个工序 一般的话一个奖牌需要6到8个小时才能够完成 而且都前程必须在显微镜下面进行一个精细的打磨 那么采用这喷砂和压量这两种工艺的一个结合 就是能够增加这个奖牌的一个层次感 从落料压印表面效果处理到最后的包装 每枚奖牌都要经过18道工序20道检验才能最终制作完成 工价们也会对应着工艺流程卡制作 让每一枚奖牌制作工序实现可追溯 下面我们来了解国际资讯 今日斯洛文尼亚总理杨沙在涉台问题上发表错误言论 Kajgo三党代表一致认为 Yang Sha Yi Yi Gusin在没有获得广泛政治和社会共识的情况下 发表了错误言论不符合 Slovenija的外交政策 Nemeyker表示 是正在于各党派协调以召开特别会议 他说在41名斯洛文尼亚运前往北京参加东奥会 之时斯洛文尼亚对华政策发生战略转变 这是不和谐的行动 Tudi v poslanski skupini SAP smo mnenja, da je precednik vlade ponovno zamudil izvrstno priložnost biti tiho Negove škodljive izjave razumemo predvsem kot nedopustno in samovolno soliranje za zasledovanje isključno partikularnih interesov njegove lastne stranke na škodo Slovenije zavedati se moramo, da je Kitajska velja sila zelo pomembna gospodarska Gozendang iči rinvej zonlij Janshade covu表taj buđen hojši Slovenija šiči 经gi hrzu cihuj šenče hrz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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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kot drugo je seveda da je šla takšna izjava namera o nekaj vzpostavici predstavništev spet mimo državnega zbora državne zbore tista ustanova, ki v tej državi kroji, spreminja in sprejema stališča oziroma celotno zunanju politiko Republike Slovenije zakonom in pa strategijo zunanji politiki in seveda takšno obravnavanje kot ga sedaj predsednik vlada ima do Tajvana je v ne skladju s tem in to smo dožli upozoriti in to bomo tudi na seji iskali pojasnila 近期俄羅斯 與美西方的系列安全会谈 无果而終 美西方 加大力度渲染 所謂俄羅斯 入侵乌克兰威脅 17日 美国和英国都承諾 对乌克兰提供武器支援 再次为局势 推波助澜 在俄乌局势紧张之际 西方纷纷加大 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力度 为局势推波助澜 1月17日 由美国两党参议员组成的小组 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 并承诺为乌克兰提供致命武器 这些武器可能包括 标枪反坦克导弹 毒刺导弹 小型武器和船只等 同一天 英国国防大臣华莱士宣布 英国已经开始向乌克兰提供 轻型反坦克武器系统 第一批系统已经于17日当天交付 少数英国人员还将向乌克兰方面 提供相应的短期培训 华莱士直言 如果俄罗斯坦克入侵乌克兰 他们将成为防御体系的一部分 此外 加拿大近日也向乌克兰派遣了一支 特种部队小分队 加拿大媒体强调 此次特别行动是北约为阻止俄军 入侵乌克兰所做出努力的一部分 对于西方的最新举动 俄罗斯总统西文秘书佩斯科夫18日 俄方对各方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表示关切 西方向乌克兰提供各种武器 其中似乎包括便携式防空导弹 这将是极其危险的 无异于缓解局势 1月18日 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官员说 两国定于下月 在白方与波兰和立陶宛接壤的西部 和靠近乌克兰的南部 举行代号为盟友决心的联合军演 以演练抵御外部攻击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 演习计划是去年12月与普京总统商定的 演习非常必要 因为北约已经在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 边境附近部署军队 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 亚历山大福明表示 演习的目的是在防御行动中 调整压制和击退外部侵略的任务 打击恐怖主义 保护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利益 俄军将向白俄罗斯派遣12架苏35S战斗机 操作S400型防空导弹系统的两个师 以及操作铠甲防空系统的一个营 1月18号 美国国务院一名不愿具名的高级官员表示 此次俄白两国军演的时机耐人寻味 这让人担心俄罗斯是否会以联合军演为借口 从而在白俄罗斯驻军以便攻击乌克兰 同时他还担忧俄罗斯会将核武器引入白俄罗斯境内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近期报道 可搭载24枚三叉戟弹道导弹核数10枚核弹头的内华达号战略导弹核潜艇 始入位于关岛的美国海军基地 这是2016年以来美国战略导弹核潜艇首次停靠关岛 报道所说 由于关岛基地提零台海地区 也是美军海外基地中最接近我国的军事基地 内华达号核潜艇突然出现的关岛 无疑释放出了一个敏感的信号 其针对的目标就不言而喻了 军事问题专家陈浩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指出 美军战略核潜艇自2016年以来首限关岛 而且是一种非常高调的方式出现 就是因为当下印太地区局势日益紧张 美国需要恰到好处的秀肌肉 向盟友一击假想敌展现军事力量 尤其是在东北亚地区 近阶段台海局势不断升温 中美关系日趋紧张 再加上朝核问题等敏感的地缘政治因素 美国为了维护霸权为后续推进印太战略服务 就必须要摆出战略威慑态势 按照传统 核潜艇的行动轨迹一直属于高度军事机密 以俄亥俄级核潜艇的持续作战能力及任务周期来说 潜艇一般在出海77天后 会回到母港维护和补给 因此内华达号在关岛停留多长时间 执行何种任务 未来动向如何 目前外界尚未得到确切信息 总的来说 美国近年来不断在印太地区兴风作浪 并且借着涉足台海问题的机会 蓄意挑衅 已经引起了我国的高度警惕 近日汤家海底火山喷发引发海啸 正在澳大利亚的汤家奥运骑手皮塔 与家人失联 皮塔向澎湃新闻记者表示 汤家一直面临着海平面上升的问题 但他和家人不会搬离汤家移居别处 宝静 Tonga is our home and our roots. That's our heritage. That's why we're also fighting for it in terms of climate change as well. So the sea level has been rising in Tonga. I've seen it with my own eyes since I was a kid. I've seen it slowly get closer and closer and closer and closer. And the amount that it's risen should be happening over 10,000 years, not over 10 years. So there's certainly an element of human interaction to that. But there are already islands in the Pacific which have gone, which have been completely under. I believe there's one in either Kiribati or Palau that the sea level has risen over. So at some stage, there could be a huge international disaster of the proportions of, you know, stateless refugees with no country. If our country goes under at some stage, where does a whole country move to? Who's going to accept them? So will they be part of part of the new country? These are questions that we ask ourselves because we're in low lying, low lying countries. And you know, we have a love for nature. We have a respect for the ocean. And we're doing everything we everything that we can to make sure that that doesn't happen by just showing people our love for nature and the ocean.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 我接说到 一起来,我们不会孤单。 从与同胀,我们肩并者见。 微微智光迎着钱,已地笑开。 一身珍珠,许下平安的诺言。 你瞻瞻心吹奏